大家好 我今天来到了甘州的零度线 这里是我朋友种植的齐存园 今天才开园 早在半个月之前 早上早就要齐存上市了 朋友知道今天才开园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齐存的品香和口感更加的好些 让它自然成熟 它的口感就会更好 很好吃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朋友种植的这块齐存园 今年的产量大概在三十万斤左右 我们都知道齐存它养养丰富 维生素的含量特别的高 有生津磁壳 化腾磁壳的作用 它味甜是一种 带储存侯印酥的高档水果 看这些齐存 现在都是自然成熟的 这满兽的齐存 这种黄称称的 太诱人了 在全干州 齐存的产量 每年都在一百万吨以上 全国最大的齐存 主产器也就是在干州 这一树的齐存 这一树的齐存 都是自然成熟的 看这种果汁的颜色 而干南齐存最大的特点 就是果大 它的颜色鲜艳 它诱人的外形 让你看到直流口水 它的肉质脆润 肉口化渣 有一种淡淡的果香味 今年是由于干旱的原因 种植物的种植成本 比往年是高了很多 但是市场上的价格 基本上还是很往年超过 我现在就过去摘一个下来 试试它的口感怎么样 好了 我们随便摘一个吧 就它这个吧 看这个齐存的品相怎么样 很漂亮 我们把它切开来看看 看今天虽然是干旱 但是这个水贩还是很足的 看切一下 那些橙子都已经掉下来了 看 现在就剥开一个 来试试它的口感怎么样 看这些果肉 看这些果肉 甜 太甜了 嘴里嚼一下 这种炸就没用了 还有一种炭炭的果香味 口感非常好 好 有喜欢吃干男基层的朋友 赶紧过来 这里 晚饱 你吃了多少吃多少甜分吃 你看 你看这种果子 接下来 就是 滑里头 前面 看 看 那边 这些都是 八零至九零的经历 这些都是八零至九零的经历 这些都是八零至九零的经历 也行 对 好 看看